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千呼万话终于要做出来了 关于这个金税四期的解读 怎样去解读这么一个金税四期 它到底对老百姓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想来想去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 它比所有的健康码 它就严重100倍 你看现在国内的健康码 给人们出行 控制人们的自由 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非常的不便利 大家已经是十分痛恨健康码了 你只需要把痛苦程度再乘以100 这就是金税四期对大家的影响 你要说什么是金税四期 你看这里也就是几句话描述 金税四期将会纳入非税业务 实现对业务更全面的监控 再加上各部委 人民银行以及银行等参与机构之间 信息共享核查的通道 你看这些字不疼不疼 实现企业相关人员 手机号码 企业纳税状态 企业登记 注册信息核查三大功能 我这样一说可能大家觉得云里雾绕 感觉没什么呀 这种解读好像是感觉没什么呀 所以说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的去看这么一个短片 看完之后再做一些解读 你可能就一目了然了 程老师来举个例子 你的银行卡今年收到了一百万 这个一百万在经税体系里面会自动检索 会自动检索到你这一百万从哪里来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百万要不要交税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一百万你有没有交税 那么第四个就是你已经交过了哪些税 那么第五个就会是税种是什么 你的税募又是什么 那么最后一个叫做扣脚的对应账户又是什么 那你想一想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银行卡里面收到这一百万 无论怎样的原因 经税体系都会帮你做好检索及分析 尤其是你应该要交多少税 所以说我的私人银行卡随便收到一百万 随便收到两百万 原来可能不见得会涉及到税收 但是现在当下你的银行卡收钱 想想风险有没有 那些资金的流向找到你 然后你给我确认 就是你银行卡里面今年进了五十万 这五十万是哪来的 要不要交税 有没有交税 你给我确认 没交你赶紧给我补交 我们每一个自然人都将是纳税人 那就意味着经税是正式上线之后 这个系统很完善 我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告诉我 这个系统能达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在哪里上班 你每个月领多少工资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孩子上哪个幼儿园 你们家有几个老人要养 你们家的房子有几套 你在外面有几个太太 你有几家公司 每年分红分了多少 这些钱有没有交税 他都门清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网友 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但是这句话真的反映了 金税式的厉害之处 就是往后余生 最了解你的人是谁 不是你的另外一半 也不是你自己 而是税务局 就是你有多少钱 钱花在什么地方了 去了哪里 门清 那他要做到什么呢 以下三点是 金市对我们每个人重大的影响 听好了 你看看对应的 你自己哪个点 第一个 用身份证持有公司的 分红有没有交税 这是金税式重点查的 以下 你原来把公司的钱 往个人口袋里装 现在再用身份证持股 把这个钱往口袋里装 金税式 找的就是你 所以说你们要想到 宋老师给你们讲过怎么解决 第二件事情 你在哪些公司任职 你在这个公司任职 公司给你发的工资 你有没有交薪金所得税 我们原来很多人 在公司领二十万的年薪 但是工资登记的就只有十几万 其他的钱通过各种方式打到自己的卡里 我告诉你走不通了 也就意味着你今后从这家公司领到的所有的钱 都要一笔一笔给我的核对 核对不上的 你去给我交个人所得税 我们的工资税费最高到45% 这是个人所得税要解决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你有几个个体工商户或工作室 所以说各位企业家要注意了 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工作室的 在2023年1月1号之前 你赶紧做准备 如果你有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工作室上面的钱 在2023年1月1号之后 或者准确来说是我们的金税市正式开始落地实施的时候 那些钱再从个体工商户工作室回到你个人卡里交税 这三点对我们大部分人是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的 看一看里面含了哪几个点 这几个点你怎么办 所以说这是金税市啊 马上就到了 金税市落实之后之前的 不会 我告诉你系统年底开发完成 这个系统一般的情况 我说一般的情况只会管之后的事情 不会管之前的事情 除非一点拔除罗魄带出泥 听懂了吗 就是很多人我说是 我之前有一些东西 然后有一些往来有一些款项 很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太合规的 那会不会金税市查之前 一般不会 但是我告诉你 最害怕的就是拔除罗魄带出泥 你后面有一件事情 被金税市给你检索到了 然后再去追查 把你前面的事情也带出来 那太惨了 现在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金税市期马上就要落地执行 不光是以后之前你的任何一笔资金有问题 拔除罗魄带出泥 你得给我说清楚 你不给我说清楚你就有麻烦了 刚刚咱们看到短片 他们还是用了一些比较中性的语言来解释的 其实这些人都在国内 他们在解读金税市期的时候 也不太敢用特别敏感的语言去解读 那么我这样来告诉你 把金税市期通俗的讲 首先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监视系统 它监视所有中国人的钱 你的每一分钱都有义务 跟税务部门解释清楚 它是怎么来的 你税交了没有 这个钱合不合规 合不合法 渠道这么正常 等等 它会监视你这个 对你的每一分钱流动都非常清楚 第二个 你以后你要是想偷税漏税 像刚才短片里面说的 之前你年轻二十万 但是卡里面只给你打十万 其他的钱可能通过免税的方式打你卡里 以后金税市期落地执行以后 不可能了 没笔钱 没笔账 跟你搞得清清楚楚 想逃税 是不可能了 第三点 刚才视频里面也说了 以后最了解你的 不是你的老婆 或者说是你的老公 最了解你的是税务局 你所有的信息 他们全都知道 看看谷歌的定义 再来看一下 你是不是感觉不寒而栗 对业务的全面监控 是哪些 各部委 这个是哪个部 哪个委 没有说具体的单位 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单位 这是各部委 人民银行 以及银行等参与机构 这里的范围就特别的广 只要政府一句话 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都可以去查你的信息 这里还有一个 信息共享核查的通道 然后对企业先行人员 手机号码 企业纳税状态 企业登记注册核查三大功能 你这样再一看的话 是不是感觉有点意思了 是不是感觉你有点理解了 咱们看看这个信息 金税四期年底开发完成 欢迎进入以硕制税时代 可以说未来每家企业在税务部门面前都是透明的 以硕制税的真正来临 企业要提前做好哪些自我纠察 以更好的拥抱金四时代 然后这里给出一些建议 这里给出了一些建议 如果说是普通老百姓的话 你看了可能也都没什么用 关键是企业做生意的 你可以看一看 可以去了解一下 金税四期对你的影响是有多么的严重 都是透明的 或者说这就是在卡尼企业的紧箍肉 你要是完全做的合规合法 合情合理的话 你的企业就别活了 你没有任何偷税漏税的空间 你的企业就没有任何的盈利空间了 以后你这个企业就基本上就是给政府打工的了 你看这里讲更严格的税务管理 查税必查票 查账必查票 查案必查票 还有这一句 金四上线以后 对纳税人的监控 可以用四个全来说明 全方位 全业务 全流程 全智能 总结两个字 裸奔在税务监控面前 所有人裸奔对资金的监控将会更加的严格 特别是个人卡交易 个人名下一张银钢卡 涉案 五年内不能够开新户 还禁止你使用手机支付 包括微信和支付宝 我操 赶紧去学习区块链吧 赶紧去学习虚拟货币吧 只有区块链革命能够彻底的规避这些东西 在这里我不做任何带货 你们自己心里应该登想一下 区块链我要学就可以了 我也不做任何带货 然后看这里银行税务共享信息时代来了 银行税务共享 想想都可怕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这都是你看银行信息化部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起来信息共享 还有中国这些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等等八大行 作为首批用户接入信息 联网核查系统还只是一个首批 这八大银行一合作一首批 我操你以后你逃不掉了 逃不掉了 最大的亮点就是企业信息 联网核查搭建了各部位 人民银行以及银行参与等机构 之间的信息共享核查的通道 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吓人 马上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随着高净值人群来说 伴随着自然人纳税识别的建立 核心个税中首次引入反避税条约 个人的资产收支将更加透明化 那些有先见之明的 高净值人来说 什么是高净值的人 我给你说几个人名 冯小刚 徐帆 姚明 金兴 这些人都是高净值人 但是人家早就做好了规划 早就办理移民了 早就跑出去了 那好 这更多字面的解读 我也不解读了 咱们就打个比方 比方说在旧中国时期 什么旧中国 就是毛时代的中国 你比方说大链钢铁 是吧 毛泽东说要大链钢铁 要赶美超英 那怎么办 你家里边的锅 铁锅锅砸了 链钢 你门上面有门把手是铁子 你给我砸了 去练钢 小孩不得玩具 什么铁手枪了 什么你滚到铁环了 这是铁 你得拿回去练钢 给你拿走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剥夺你的个人财产 那么再到什么破四旧 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 你家里如果说有一架钢琴 钢琴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 我们得割资本主义尾巴 把你的钢琴给砸了 你砸不砸 你不砸你就是反革命 你不砸就得抓你判你 你砸不砸你得砸 这是在以前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 他们来去剥夺你的私人财产 那么像现在这么一个金税四期 它实施之后 每一个人在国家税务集查系统面前 你是裸奔的 这一次国家那家部门 你看是什么银行了 什么监管部门了 什么信息化部了 是吧 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意思 其他任何政府部门 随时都可以插一脚过来查你的税 你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刚才你看看吓人不吓人 五年之内不能够开银行卡 不能够使用手机支付 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不就是等于社会化死亡吗 这就是说射死了 你这个红码绿码 变过来变过去 你都觉得很讨厌 但是总归你去捅多嗓子眼睛 捅几下 红码还能变回绿码 但是金色系统 如果说查到你 让你五年之内不能够开银行卡 你死不死 你难受不难受 所以说赶紧去学区块链 我特别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人与人之间互相转账 习惯性来一句 你BSC链的二码给我 我给你扫多少UFTT 这就是区块链转账 我希望以后大家都去玩区块链 这是能够规避所有的银行监管系统的 一旦用传统的银行 那你就是裸奔的 他想搞你想查你 怎样都能够搞你 怎样都能够查你 不是说拔出萝卜 带出泥 想要治你整你 我跟你讲 中国这十几亿人 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我可以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 中国十几亿人 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只要想查你 肯定能够查出来 对于普通老百姓可能觉得 这跟我们关系不大 那你可以看这个政治层面 比方说习近平想搞曾庆红 OK 拿这个金色系统去查曾庆红 马上可以把他的底库都给查出来 马上曾庆红这个家族 可能都要被连根拔起 昨天不是说曾庆红有可能跟习对着干吗 有可能习马上反手就过来去治曾庆红 那怎么办 拿金色系统去查 这还是在政治层面 如果说在民生层面 你作为一个小老百姓 你如果说不小心得罪某个人了 或者说你家闺女长得太漂亮 被哪个当官的看上了 想要搞你家闺女 怎么办 先给你知道问题 故意去查你的税 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贪上事了 怎么这个税务系统总是过来查我呀 还要怎样你能够满足啊 然后天天折腾你 把你折腾的生不如死 工作不能工作 赚钱不能赚钱 然后当你出现危机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白眼就是乳来就勾搭你女儿 想想多可怕 有可能你被别人害死 你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 就跟当年聂数兵一样 聂数兵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他 这个金色系统 他一旦严格执行起来 对每一个老百姓 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管控 如果说到这里 大家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严重性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 这部小说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是什么老大哥在注视着你 金税四期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那也就是老大哥在注视着你 你每一个人都是裸奔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么一个问题 能够去规避这么一个问题 怎样钱是最安全的 你把你的钱变成虚拟资产 当然现在币是十几万种币 只有那排名前几十的 它是有投资价值的 其他都是泡沫 其他都是垃圾 我把话放到这里 有价值之争的虚拟货币 它是你财产保值最后的壁垒 我不带货 我再次重申我不带货 那金税四期大家警惕吧 我就只能够说这么多了 更加深刻的解读 现在还真不好解读 等到有些人中招了 有些人被查了 有些人被搞得生不如死的时候 到时候可能咱们会找一些个案过来 来再去说这么一个事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原来这么严重 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感觉不到 这个问题严重在哪里 那也只能先说这么多了 好吧